今天我们来到Setya Inda这里 这一个是三层牌楼20x70的单位 这里是Setya Inda 10 这个地点来讲的话是很方便的 如果你要去Toppen,Jesco,卧底的话 持续20分钟 去Maloxin来讲的话 持续10分钟就可以到达了 这里附近有很多商店跟shopping mall 学校那些来讲的话也是很方便的 这个Carposch你可以看到 它屋主已经做好了全部的地装 还有做好了全部的Oilning 所以如果你要放上四辆车在这里的话 你的车不会晒到太阳哦 走我们进去屋子里面看看 因为它这个是属于排楼来讲 这个是整个它的客厅 这里是它一个小小饭厅的地方 它旁边还有一个Store Room 这个是它一个干厨房的地方 这个地方它有分隔出来 一个是干厨房还有一个是四厨房 它这里四厨房会比较小 没有这样大的空间 这样你不需要一直骂这么多油烟 所以这间屋子来讲的话是蛮适合小家庭的 它楼下有一间房间 这屋主拿来做一个书房 如果你有长辈的话 这里楼下是可以拿来居住的 这个房间旁边就是它的厕所 所以给长辈住是很方便的 来到楼上这里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一个Family Hall 而且它Family Hall是很高挑的 所以空气是很流通的 也很亮 它楼上总共有三间房间 一间主人房跟两间房间 它的Toilet是在外面的Share Toilet的 这样子也很方便 如果你Family Hall 想要把它围成多一个房间的话 这样它的厕所就可以公用了 那两间房间来讲的话 格局差不多是一样的 这里是它的主人房 你可以看到它的主人房是蛮大间 整个空间感是蛮有的 这里主人房来讲的话 它出去还有一个小小的阳台 屋主拿来把它变成一个晒衣服的地方 因为这里是Individual Tidal的关系 所以这里的屋子你可以自由的发挥 自由的扩建 还有自己的一个厕所 看完了这一间 三层排楼 六十层七屎 在Satia Inda 如果你对这些屋子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WhatsApp联系我 我是BB 大买房找BB